不过也要来关心又出现了医护人员确诊的状况 桃园卫生局最新证实 国军桃园总医院有四个人确诊 其中两位是加护病房的护理师 另外两个人分别是护理师的家属和病患 四个人之间的承染病不明还必须要进行疫调 院方也紧急采取了指出不进的措施 并且关闭了急诊和门诊的服务 还匡列整层ICU病患 还有全院医护人员进行裁检 后续也不排除要针对先前已经出院的病患 召回进行裁检 国军桃园总医院急诊部门口不见医护身影 翻到摆起三角锥还拉了封锁线 医护人员则全到筛检站进行筛检 气氛相当临重因为医院传出院内感染 农潭抹医院 因为昨天就有四位感染 我们已经开始处理 市府证实804医院有四人确诊 其中两人是ICU护理师 另外两人则是护理师家属和病患 由于目前感染源不明 传播链也还在疫调 院方紧急采取应变措施 包含了全院人员指出不进 而12号前也暂停急诊和门诊服务 同时扩大匡列筛检 酒病房都关了 那病人有几种吗 有啊 我们就清空就对 对啊 全部都要清空 同人除了进行疫调之外 那医院也开始针对人员进行裁检 那目前裁检的人数大概有100多位 那下午的话会再更多的人进行裁检 院内爆发感染 因此针对先前出院的病患 卫生局不排除招回裁检 不过两名确诊护理师也传出早已施打疫苗 两位护理师都有接种疫苗 那大概都在两周以前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效力上 保护效力上应该是有一定的程度 扩大匡列做好疫调 要找出潜藏确诊者阻断全不敛 这里是日常台湾报道